上次我們來這邊 因為時間很衝突 我們又要把這個來龍聽來講一下 我最後只有幾秒鐘 是是是 不好意思 那就沒有時間討論 那事實上我們是發想 是我們現在台灣 我自己本身是個醫生 那我在開業 已經開業了大概二十幾年了 那我原來在龍總服務 那我是一個家庭醫學科的醫師 那我們家庭醫學科的訓練的理念 他比較重視的是一個系統性預防 也就是說整個醫療制度 他其實決定了我們人的行為 那這個醫療制度 現在他的支付又為了要公平 所以他採取的是一種論量計程的方式 那論量計程的方式就是靠 你的申報跟保險人申報 那被保險人找你服務的時候 你把這個 這個你所從事的這個服務的這個量 申報上去 那因為我們健保開辦的時候是2500億 那到現在20年後 他已經跑到快8000億 對 那所以這個是政府的困難 就是說這個保費永遠不夠 現在又增加運量又要增加保費 所以逐年一定會上升 那這裡面其實是一個關鍵是 因為醫療 醫療它只要是論量計程 那大家要競爭 要爭取病人 然後呢服務要做好 甚至還要再做多 對 它有動機去做多 對 它有動機去做多 那所以這個量呢 這中間就摻雜的很多是不一定是必要性 那對病人來講 多做他不會反對 當然 他怕少做 當然 所以呢 就促成這個病的就越做越大 我想任何社會主義制度 都有同樣的問題 那那為了 為了節制這個 哇 我們柯博士來了 好 我就不用 謝謝 不好意思 對對對 沒問題 那為了要節制 就是這樣的問題 大概十年前 十幾年前 台灣就實施了所謂的總額預算 總額預算就把它框住 所以我們今年的預算 被協會決定多少錢 那這個總額就框在那 那你醫生呢 還要不要再充量 那其實還要充量 那可是充量的結果變成點值下滑 對 下滑 就變成一點不是一塊錢 一點可能變0.8、0.7 這樣一直撐著一下 現在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 那也無解 因為醫生不充量 你死得更快 別人再充你不充 這叫做紅姓皇后現象 對 這我就不懂 但是我們在 大家跑得很快 但是留在原地 對 他也不敢做太多的健保沒有支付的項目 所以因為你光跟求生存就來不及了 你怎麼還會創造價值的東西 所以這個狀況 我們很多學者跟 跟臨床的醫生呢 其實都知道 唯一解的方法是 就是把醫療的服務呢 拆成兩塊 一塊還是做論量 就是以服務來看 那另外有一塊呢 是把民眾納入所謂的論人計程 那就是說這些人呢 他的總額就切給 負責做論人計程的單位 他保險的還是他的健康 但是就不一定是他的醫療 這個時候他的動機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越健康 保持他健康 對 那你越沒有醫療服務的時候 那省下來的錢就歸這個 因為這叫全民健康保險嘛 不是全民醫療保險嘛 對 OK 那這樣的設計呢 他會有一個現象 我跟你講 本來民眾是因為失去健康的時候 才需要醫療 那現在是民眾如果去創造健康 可以獲得支付 之前是沒有 你必須要生病的時候才有 沒講 對 那這個東西呢 如果我們把它再回到 我現在要講的第二個重點是說 如果我們回到郭太華憲章 在1986年 全世界在衛生組織 就是在郭太華有一個會議 那個會議呢 就到現在大家都還共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 所有健康的決定因子呢 是在環境跟行為 當然 而不是醫療 醫療大概占10%而已 就是說當你身體出問題了 那後續要處理的是靠醫療 但是身體要怎麼樣保持 讓他不出問題 他是靠環境 靠行為 就所謂這個Bio-Psycho-Social 這整套 或者整個國家的一個制度 比如說 他這個郭太華憲章的第一個概念呢 叫 Health in all policies 意思就是說 健康其實不是衛福不管 對啦 是應該全面融入 是全面的 政府每一個部門都重視健康 其實我們國家 國民相對就健康 因為整個環境是健康的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是也要有一個支持性的環境 就是說民眾想要健康 這個我想大家都要 可是我更需要飯碗 我可能都養不活一家子 吃不飽也會不健康 那你怎麼可能健康 你怎麼可能 廣義來講都是健康 你先求活著嘛 就一定不健康 所以第二個要有一個支持他的環境 那就是靠我們的國家社會的制度 第三個跟第四個 第五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提的案子 這個其實就是郭太華憲章講的 很重要一個觀念就是說 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呢 其實是代表社區 社區要有一個button up的自主的力量 那社區能夠有一個organization呢 會自主的會團結的 讓整個社區變健康 我們叫community art health 讓它自主的變健康 那第四個呢 是提供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這個 就是說提供健康服務的這個orientation 要從過去靠民眾生病賺錢 要轉成 靠不勝病來賺錢 這個設計要出來 第五個呢 就是民眾你要教育他 或是給他知識跟能力 讓他有能力自我照顧 因為能夠時時刻刻照顧的 就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 所以如果他能力夠強 其實照顧的成本是降低的 也不能讓你覺得是不中暑 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幫你打發散了 不太可能 那也就是說 整個醫療的health care provider 有一部分人抽出來 當作一個責任制 就是假設我這個診所 我這個醫生參加這個責任制 那我是靠你們不生病賺錢 對不對 那我假設有2000個照護對象 是我的責任 那我就跟這一群人講好 我們只要生產健康 我們現在的制度就是 我設計一個reward給你 那我這個reward可能設計到六成 民眾會拿到六成 那我再去跟這個 我們現在的 現在麒麟先生在做的這個 林董事長 他今天因為有事沒辦法問 他說 那他來設計這個infrastructure 讓民眾怎麼樣公平的 公平的 我生產了多少健康 那我為了這個健康 我付出多少努力 能夠得到reward 活得越好 領得越多 對 對 變成要有一個公平的機制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開發了這些 這個系統 infrastructure 那簡單講就是說 民眾只要證明兩件事 那整個這個社區的saving下來 省下來的錢 我就根據你這兩個表現來分配 第一個 你健保花了多少錢 第二個 你整年 你這一個年度呢 你去參加多少活動 來促進你自己的健康 當然這些活動必須要經過認證 證明它是跟健康有關 而且前面這種 比如說我地震 然後被建築物壓死了 這個好像不能算在我身上 是 對 或者壓傷了 是 因為我在做再多健康活動地震來 我還是 對 意外 這個也許 柯博士 因為柯博士在以前在美國 這個開發 我在開發發 了解 在美國開始做了20年 對 我是台灣人 但是我在美國住了35年 他對醫療的這個保險支付制度 他非常熟悉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如果我們來創造一個新的 有型的一個論文計籌制度 對 那我們需要柯博士來幫我 理解 大致上講到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有所本 對 是希望說 從世界衛生組織 從1986年到現在 這個東西其實並沒有很具體的被實現過 就是社區能夠團結 我理解你的意思 好 但怎麼讓社區團結 後來我們 我觀察了過去的這些歷史 我去研究它 我就發現說 社區會團結 通常就是 我要蓋魂化爐的時候 哇 大家一致反對 就是共同敵人 那時候 因為你有共同的利害關係 對 他就會團結 那我說 難道除了這個以外 難道我沒有辦法把社區給團結起來 後來我就想 其實應該有 就是當大家 這個社區是一個越來越好的社區 對 大家不容許它破壞的時候 這時候也會團結 因為今年的病毒也是共同敵人 對 共同敵人 所以大家變得非常團結 對 非常團結 人真 中央地方大家都很團結 對 民眾也很團結 對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社區是一家公司 當然這是有一點 就等於一個組織 一個組織 就真的成立了一家公司 在美國的話就是 非營利營利也都是叫公司 對 社會企業 所以美國 所以保險是 自由的一個 所以大家可以選 對 要買這個或買那個 台灣只有一家 對啦 我們這邊是社會主義制度 所以基本上如果 我想花 因為我健康 我想花少一點錢 我就去買那個 對 那我知道我已經不健康了 我就買 就是我自己少付的 而且我們這邊甚至 我們均款可以抵稅 對 從來沒有說可以抵健保費 對 所以這個是比稅還向稅的 這是另外一個 對 所以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說 如果台灣 大概15萬人上下 對 maybe10到20萬 對 這樣一個規模 的人總規模 是一個 大致上我去看 大概就是我們 所謂的生活圈的概念 一個生活圈 這是怎麼計算的 台灣經建會 其實他有把整個台灣分成幾個 生活圈 生活圈 社區的生活圈 生活圈的概念大概就是說 我如果住在這個生活圈裡面 我大概很少跑到其他的生活圈 OK 我大概大部分的需求 都在這個生活圈就有滿足了 OK 就是十幾萬 對 十幾萬 那十幾萬呢 對柯博士來講 這樣的一個論文技術規模 好像還是稍微小一點 其實我應該稍微可以解釋一下 對不起 這是我的名片 是是是 我也有名片的 理論上 很少在用 沒關係我找一下 你知道我的名字跟你的弟弟 剛好 是是是 上次有給過 有有上次有 那這一張是我的新名片 有有 有一張新的 謝謝 我是剛從美國退休 我現在 因為媽媽老了 在台灣 所以我就 多一點時間可以嗎 對 我基本上 Kaiser當然是一個HMO 就是叫做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對 他就是說 我交一個保費 對 那你這個組織 就要保證我的健康 對 那當然 講最簡單的東西 就是叫做 預防剩餘治療 對啦 開園接禮 當然 所以我繳的錢 你要負責我的健康 不管我是多 多 多有幣 但是基本上 我的保費是 兩個因素決定 一個是性別 一個是年 我理解你的意思 那台灣當然都是 across the board 大家都一樣的錢 對 那這個是不是公平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對 但是美國的時候 你要保險的時候 看你的年齡 看你的性別 來決定你的表包 對 當然在ObamaCare以前 你有糖尿病 你有高血壓 你有腎臟病 對不起 我就不保 現在以後都可以保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 那當然我們 我們在我們的 很多醫生 拼命的看病 都不曉得說要預防 就是等你來的時候 你有病的時候 我來治療你 所以就已經完了 所以我們就幫醫生 就是我在 Medical Group 做的事情 就是幫醫生 把這些病人分類 因為分類一定會 跑出一個金字塔 有人花很多錢 我們大家都知道 老人花了 就是說 10%的人花了 90%的錢 或是20%以後 2080%這種東西 所以基本上 我們把這些高風險 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請他 高風險 你有心臟病 你有 Asthma 你有這個叫做 沒關系 我是用英文想事情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 譬如說 我們就 讓你來做一些 免疫情 那你照顧自己 比我來照顧你好 當然 所以你不要 我希望你不要來開 就是來發我的這個 醫療資源 OK 我盡量讓你自己 照顧自己 不要來找我 所以 因為這個東西當然 根據 就是說我們 我們在美國 一個醫生 大概看一個病人 要15分鐘 所以都是已經有 一個booking system 不像台灣掛號 可以掛70號 100號都可以 所以我一天 一個小時看 四個病人 八個小時看 三四個病人 就是這麼多 我的capacity 就這麼多 但是我要應付 這麼多病人 你如果少來一次 我就可以把這個一次 留給真正需要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寧可付錢 給你讓你不要來 對 我寧可訂閱 那當然 我的醫生的薪水 就是 based on temptation 那每個醫生 收的病人不一樣 剛剛余醫師有講 說十幾萬人 這當然是一個 我們的所謂的gove 因為在每個 這個不同的社區 有不同的structure 那我們 譬如說 那當然 我們也是 不要說限制 你有病的時候 就是找你的primary care 那primary care 包括四個specialty 所謂的專科 就是一個是家庭醫學科 內科 小二科 婦產科 所有的人都在這四個 當然 那你一有專事 就是找你這個 所謂的家庭科醫師 就是primary care 那如果你需要 皮膚科外科 什麼東西 他再幫你 他後面有一組人 你想想 我今天眼睛發炎 難道你看了家庭醫學科 他不能幫你解決問題 你可能就是一些 抗腫瘤 很簡單的 我幫你 很簡單的 我內科醫師 都可以解決 你不要去看專科醫師 當然不用 那專科醫師當然 他的薪水高 因為他的訓練比較長 所以我也可以把這些 他的resources 留給真的需要 讓那些人 需要得到醫療 所以馬上就得到專科醫師 那當然 我現在在講美國的事實 我們可以學到他們的長處 台灣有台灣的長處 那當然我現在是把 所以你說 你說你是一個家庭科醫師 你的業績怎麼算 我這樣子好 你的capitation我怎麼算 你有 你照顧 我們大概一個 一個醫生大概 兩千五百個病人 兩千到兩千五個 那兩千到兩千五個 我怎麼可以 我不知道你的兩千兩千五 是健康的還是不健康的 但是我們要做一個 risk adjustment 有一個 就是 economic model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這種東西 把一些這個 variable 放進去來說 所以我今天六十幾歲 我是一個個體 但是我的health factor 或者health risk factor 可能是1.2 他比較年輕可能是0.9 對不對 但是我加起來 如果加起來是兩千個人 對 加起來兩千 可是可能是1.1加0.9 加1.2加0.8 對不對 每個人的health factor都不一樣 所以你雖然有兩千個人頭 但是你的health risk比較高 你的risk比較高 所以我要付你錢的時候 就是按照這個risk factor 對 因為我要考慮說 你這個醫生 醫生A B C E 每個都兩千個病人 但是兩千個 你的health factor不一樣 所以不能只看人頭 對 也不能只看人頭 你人頭當然還有一個加權 對 當然啦 這叫做risk adjustment 所以我們adjust以後 我讓大家心服口 當然這種東西 不是說我今天講的就做 沒有 我們做一個pilot 而且很難從國際的標準 因為按照美國標準 台灣每一個人地震 都是百分之百的risk 對 對 所以我們開始就是 我們這個當然就是 這是從長記憶 對 我們要做個benchmark 是 讓大家心服口 是 你今天 那每個醫生說 奇怪你怎麼檢驗特別多 你怎麼就是 你的order特別多 或者說你做了MRI ZT或是等等 特別多 為什麼我原諒你的病人是比較高的 Risk比較高的 我可以理解 所以我可以把你adjust 我可以去adjust 整個東西 對 看起來還是公平 其實你的成績 這很好 並沒有經過risk adjustment以後 會比那種看起來比較好的 反而更好 就是說你要做這個adjust 不能夠只看一個quain number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 我們幫醫生設計一個就是高峰險群 然後你如果高峰險群的人 我們就會給你加重你的資訊 對不對 讓你的performance 讓你錢可以花在刀手上 是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 但是我們在加州有大概 200個medical center 那這個就是很多小小的medical group 就是所謂clinics 那我們醫生的主群跟醫院是分開的 就是比較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medical group 就希望說醫生 你要 然後用你的名字來跟你的病人交代 你現在到了 要做mammogram 要做這個腸鏡等等 對不對 就是要請你來怎麼樣 就是你高峰 要注意什麼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台灣的infrastructure 已經有了 因為健保的資料都有 這在原端 我們可以把它 就是拿那個資料來做分析 是算得出來的 是 因為你就用你看你醫生的次數 看你住院 看你做的procedure 看你吃的藥 我們可以把一個人的這個health risk factor 就可以算出來 你是1.2 我是1.3 他是0.7 對不對 我們可以算得出來 每個人台灣兩千三百萬的人 可以算出來 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 所謂的health這個factor 然後我們經過這個factor 然後這個factor 不是在算你的保費 而是在算一生的 當我們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 你剛剛講的 錢花在高總的意思 是 就是誰該多花 對 那當然對台灣 我想這個是win-win 如果真的可以成功的話 就是win-win 就是provider 和所謂的client 就是我的民眾 對 那當然 因為你是 那中間是健保在付錢 對 因為醫生病人 其實我以前 就是我拿錢 付你錢就結了 可是因為有保險出來 對不對 所以就有第三者出來 所以要這三個 要找到平衡的話 就是說我需要 我要付你錢 你高興 對不對 那我要付得高興 就是說我 當然付錢付給他 他付給你錢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說 我如果可以 有incent 我才會去做這個事情 譬如說我繳費 本來是一千塊錢 因為我參加了這個東西 我只要繳七百 然後不但七百 我如果這個 預防生餘治療 我做得更好 我還能讓他一百塊錢回來 就有些人在屋頂中 他要能板 最後台電要付他錢 對對對 這是一樣的抗試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是鼓勵這種 就是 Healthier Behaviour 基本上這樣 好 你抽菸 你不要抽菸等等 你吃檳榔等等 不好的習慣 你可以改掉的時候 你會降低我們的 就是用的醫療資源 而且增進你的健康 那你這個健保也賺錢 我也賺錢 你也賺錢 大家都有benefit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鼓勵 但是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這個 existing structure 已經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一樣的錢 對 所以你要這樣 這個 五六十歲的人這樣 你要多花一點點 就不要 那年輕人說 我少付一點 當然要 我可以少付錢 可是那些 比較會要用治療 醫療資源 他們不願 因為我有先天性性腸病 所以我應該一輩子 都要付比較多的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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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pre-existing condition 不能夠discriminate OK 我想 所以我剛剛講說 如果要算你的保費 就兩個factor age and sex no discrimination 對不對 所以我有糖尿病 我有先天性腸病 不是我的錯 對啊 那你竟然 不是因為我習慣不好啊 對啊 對 如果是因為我腳病囊 我抽菸 那我的這個health factor 那是我的事 對 但是你如果沒有congenital 沒有這種 對 這個就是no discrimination 了解 所以基本上 要給大家 我們大家都聽得懂 可是你要讓 general public 聽得懂的話 是一個 要花很多時間 理解 唯一讓他們聽得懂 就是incent 就是我可以少付錢 但是我健康 我還可以拿錢回來 那醫生來講 他也是一樣 我少付醫療資源 但是因為台灣是PPF 就是說 論量計程 我多看一點 對不對 那當然 你進來看 然後你抽血以後 下個禮拜再來看結果 對 看結果我在我的iPhone上面 我在我的 就是我從雲端 就可以看到我的結果 對 那我正常就不用去看你了 對啊 可是這個就已經占掉一個缺 雖然是一個幾十分鐘 不是幾十秒鐘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對 所以就是capacity 那醫生這樣子一看了以後 他也有payment 對不對 所以這都是不是 當然我們不要說不公平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制度下 造成這個現象 但是如果有辦法從商會 當然就是從 你要從這個基礎來改 很不容易 你要找到一個適合的切入點 對 因為這個plan 是我們叫做radical plan radical就是把infrastructure都改掉 不然progressive是慢慢改一點 改一點 改一點 對 從本來改 那當然就是說 我剛聽到就是說 對於先天的疾病 對於後天的地震 這個沒有歧視 沒有歧視 完全沒有 但是自己可以掌握在自己的 有點類似國民健康署 在促進的那些東西 那些會變成factor 對 這個我有聽懂 沒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 我們想就是說 像 因為圖形責處長 是我的學長 我也是台大畢業 是 我基本上就是說 我剛好有這個 這個機會 可以更 如果說當然 可以來奉獻一些 我的經驗 大家可以一起來做 來推動這個concent 但是推動可能五年十年 對 但是你如果不推動 永遠就沒有人知道 對 類似一個精準健康的 長期的 對 那也讓年輕人 也了解說 OK 以後我就是高風險 我要怎麼樣 不要進軍的高風險 對不對 當然就是有一些 當然這種東西 知道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你不開始 永遠就沒有 所以在加州 已經有十幾萬人這樣嗎 加州 我們的HMO 是 我看得到了 幾個million 幾百萬人 幾百萬人 我們是自由的 就是說我們自由選擇 我要買哪個保險 了解 所以在加州 Kaiser Kaiser 是最大的HMO 對 那你如果去看 每一周都有叫做 report card 它每年都會公布出來 Kaiser都是最高的 當然在Bolson 另外就是這個 Harvard Health Point 它是最高 可是它的這個 這個model 也是跟我們一樣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我付的錢 一樣的錢 但是我一樣更健康 他們就是在Federal government也好 或者是State government 他們都有一些index 每年你都要給我一些report 譬如說你的C-section rate多少 你的Postpartum rate 或者說你mammogram 在幾歲到幾歲的中間 到做mammogram的人多少 做大重驚的人多少 這些都是一種就是 一個index 然後你每年都要給我這個 這個numbers 然後我的index number 我一樣是reimbursed 因為是保險公司 所以你如果分數 當然美國最大的這個 付錢的人就是Medicare 65歲 因為那60歲是聯邦辦的 我們現在不講 暫時不講窮人保險 Medicare Medicare 所以這是最大的pay CMS 那它的CMS 它就可以就是說 我們幹照你的performance OK 我本來要付100塊錢 但是因為你的performance 我嫁給你 以前是panolized 他是一個 對 就是以前只是panolized 沒有 沒有網上的誘因 都沒有獎勵 只有處罰 那不對 現在有獎勵 你好的話 我本來給你100塊 我現在給你102塊 加2% 加5% 因為你的performance好 那以前是說 你不好 我扣掉百日子 扣掉百日子 那你好就是應該好 就不對了 我們現在已經有 加州已經在做 你好 然後健保點書並 打12折 13折 完全一樣 對 就是說我獎勵 所以不是說 醫生就是provider 做了半天就白做 沒有 我做好是應該的 所以我們開始有個benchmark 譬如說 大家 我現在說 我100分好了 可是我們平均就80分 對不起 你是85分 你就從 你的go就88分 開始做 那你是75分 那你就從78分開始做 我每個人的go都不一樣 有一個benchmark 先找一個benchmark 譬如說 我說台北和台東 我就不能用一樣的benchmark 連resource 有一個allocation 對對對 就是geographic differences 或者是community social economic status 這個大概幾年了 這個positive reward 很多年 這個大概 沒有沒有 我說positive 獎勵的 才四年吧 OK 還是比較新的指 HMO有四五十年有了吧 那個HMO有超過的 當然 但是就是說 這個東西獎勵 以前只有罰 做不好我就少給你錢 因為沒有獎勵的話 其實它不太有優勵 就沒有那個 去做radical的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如果可以做到 當然這是一個好好的設計 但是public的這個education 非常重要 要給他們這些東西說 原來有這種東西 原來有什麼東西 對啦 所以我們今天來就是 其實我們有要想要爭取一個 政府支持的一個示範計畫 那這個結構呢 我簡單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 它如果跟美國的HMO比較 你少掉一個就是社區的力量 那個概念 就是我們現在要提的這個model 裡面就多了這個東西 除了提供照護者 願意轉型 變成提供健康為主導向 就是community support 那另外一個是民眾 這個我想都有 HMO什麼 把這個resource做管理 那我們多了一個機制就是說 社區能不能變成是一個 大家都是stakeholder 大家都 都覺得厲害關係都跟我有關 那所以 那outcome呢 是用健康來看 所以每個人只要證明兩件事 就變成你在健康上是有投入的 那我就給你對應的 這有點像勞動合作社 但是是對自己的健康的勞動 它是生產健康 也就是說少消費醫療 對啊對啊對啊 那其實論文記者 就是從 從論量記者的補數減過來的 也就是說 因為我 我服務量減少了 所以我 我論文記者就多出來了 那所以呢 所以我們這個設計呢 如果我們畫一個 一個金字塔一個錐 它就像 你就想像有一個 底座是三角形的 那其中一個機制就是民眾 那一端 一個是願意進來做責任醫師的那些人 然後再來呢 就是社區要有一個 能夠運作的一個組織 那上面呢 要有一個這個HMO 就是 就是你剛剛講 要有一個 也許我們你剛剛講的那些制度 如果照科博士的 也許是三個這樣的生活圈 去成立一個HMO 它大概就差不多是五六十萬人口 六十萬人口一個HMO 那全台灣就是差不多幾十個這樣的公司 那這個HMO 其實可以容許它有一點多元化 因為隨著社區不一樣 這個 我當然 就是說 我們還是就是 以一個provider 譬如說一個醫生 以醫生為小單位 你醫生譬如說你有兩千個病人 然後有我們的社區 就不只你一個醫生 你可能小兒科婦產科 大家做成一個community help 然後呢 大家就把這community都cover了 都有一個問題 澎湖十萬人 他要跟誰合併 十萬人齁 十萬人齁 其實澎湖 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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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可能就是自己一個 可能就是要自己一個 或者連江縣那些可能要自己一個 可是就是他們並沒有真正意義 像共享生活圈嗎 對 他們就比較 他其實就是生活圈 只是說他的資源相對少 譬如說兩語綠島都是unic 資源 那種可能要特殊考慮 了解 那 如果 如果這樣的一個設計的話 他就是多了一個叫做社區公司 對不對 這個社區公司呢 就可以很多元的自己去發展 社區制度發展 那至於那個HMO應該是一個比較公平的 大家都一樣的 比如說你剛剛講的 到底risk 到底要算多少 這個justing 你這個是justing 把這些該發的錢 該調整 那應該要有一個公平 但是社區說 我這個社區是老人社區 我老人家權我發的多一點 那每個社區自己去決定 自己去決定 其實我們這個 這些資料都已經在我們雲端裡面 在我們健保的資料也都有 所以我只要做個分析 你這個社區 請你跟我講你的社區 哪些人我都可以拿出來 我做分析以後 這個是過去五年的資料 那你要不要信這個資料 你都不得不信 因為這是我過去幾年來 我的社區這些人 他所花費的東西 你已經花費這麼多錢 你說你再花更多錢不可能 就是我用這個historic data 讓你看 然後再跟別人比較 我給你一個適當的factor 或者給你一個go 譬如說你今年花了一百萬 我希望你明年花九十八萬就好了 對不對 維持一樣的 outcome 我知道 我知道 機制上都很清楚 我並不是故意要舉edge case 只是說你要推動任何東西的時候 別人一定會舉出edge case 和比像說恆春大部分的健保費 其實不是花在恆春人身上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edge case 因為是過來潛水發生意外等等 但他們都不是恆春人 對 對 所以就是我們當然就是 在美國就是 你想不相信在 Christmas 或是New Year's 這個兩個禮拜 發生意外的人特別多 因為大家都會滑雪 對不對 大家都去度假 所以你這個就是 有些所謂的season 你要那個也可以adjust 當然 譬如說你在恆春那邊 可能都是夏天的時候特別多 所以我要去adjust 繼續去考量這個特別的因子在裡面 對啊 所以我相信這些data 都已經在我們的data space 就是看一下我們怎樣去分析 台灣分析這個醫療的資料 其實應該條件非常好 非常好 我們總統被黑客中 今年有一個冠軍 就是應該龍世俊教授 他就是用健保政策去分析說 不是只有天氣熱的時候會中暑 你還要看風向啊 風俗啊 這個各種各樣 每個人的condition 還不一樣等等 對那這個當然是很紮實的研究 那現在就變成 手機上他可以自動通知你要多喝水 那這個就跟各位的工作是非常像的 對對對 開圓解決 我的希望說 所以我們等於這次提出這個model 就是說 也許我們爭取看看有沒有示範的機會 這個最大的一個關鍵就是 他多了一個社區機制 我理解 那這個社區機制 讓每個社區自己去決定這些東西 但是到底保費每個人省了多少錢 這是公平的 大家都清清楚楚在這個資料裡面 只是說每個社區要去玩說是摸彩 還是什麼能夠當做revolved的形式 讓每個社區自己去設計這樣 也就是說這個省了多少錢 這是固定 這是固定 那社區呢 自己去決定他的去走分別 那這樣我們就不會 等於說讓社區也是一種自主發展 我理解啊 但是在台灣這個也是多元的 就是我是一個里民 我要去參加里民大會 我要去參加區公所班的活動 還是我比較相信社區發展協會呢 社區發展協會可能有兩三個啊 還是我其實是共同購買合作社的社員呢 就是說光是社區參與 就至少有三個主要路徑 他社區發展的歷史也不一樣 所以他的資源型態也不一樣 所以就會很多樣 很容易擺不平 對 所以我們的機制 大家知道就是說 HMO應該是跟中央 這個下來的應該都是公平的 但是呢 這三隻腳可能都各有特色 各有特色這樣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把所謂的Social Services和Health Services combine 就是叫做社會 我們叫做健保署 不是 國健署跟健保署 衛福部 對 衛福部就是對的 我現在其實就是 如果是一個社區 假設我那邊想要事辦的話 那我已經跟大概29個里的里長 對 我們都溝通過 所以你是里幹式里長系統 對對對 也不只有這個 我們也跟很多社區裡面 像天母是一個社區意識還蠻高的社區 那跟很多這個 這十幾年來這些意見領袖 就社發 就以前什麼 天母合眾國啊 對 國際零社結的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這種 Leadership 我們其實都有在討論這些 所以社發系統也有 對 然後 然後社區發展系統 還有什麼健康城市 還有這個所謂的高齡友善 對啦 我們有很多 長照 各種需求 其實整個社區就是一家人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 讓大家變成 大家都可以共同利用 如果這些系統彼此有共識 對 這個就很好推 對 如果哪一個覺得說 好像你決策權其實沒有分給我 那這個就一定 就像這個分化爐啦 對 要等到那樣大家才要感情 對 對對 所以 所以如果說我們這個設計 能夠 有 有一個這樣的設計的一個規模 我們 在五年前 六 六年前我們有 實驗過一次 那時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大概做了一年 叫做三自然健康學院 那時候跟台北市政府 還有華碩雲端 都有一些合作 對 那醫院呢 我們就跟市立陽明醫院合作 就在地的社區醫院 那我們去實驗 其實再實驗一個 就是說 如果大家 最後每一年呢 the end of year 都有一個reward 然後這個reward呢 當然我們現在不是政府的政策 我們就簡單設計一個 比如說 第一獎有兩萬塊 第二獎一萬塊 第三獎五千塊 類似這樣 那 那這中間呢 就一樣去看大家的 當然沒有那麼公平 因為我們那個資訊系統 可以統計到健保的資料 我們就只玩一個說 你參與社區的活動 你參與社區的活動 當你的參與 每一個社區活動 我們都有認證點數 那這個點數呢 你到年底 你累積了多少點數 就是你要 你拿來爭取你的獎金的 這個在台灣很常見 節電環保大概就是這樣做 對 老人參加他也要 那我發現 我發現這樣幾個月 到最後那幾個月 居然PK效應都跑出來 所有活動就一直增加 所以每個人就 因為我要拚業績 所以本來沒這個活動 我趕快去辦一個活動 然後來增加這個業績 然後趕快去申請學分 這件事我在想說 會不會社區 我們一直都沒辦法團結 如果有一個這個東西 會不會有機會團結 所以我們是在思考這件事 用這個把論文記錄 再加上你剛剛講的那個HMO的機制 會不會我們變成一個 比較台灣特色的一個 是這樣的想法 主要還是要那個社區 一開始就有向心力 你剛剛提的是 把他的向心力加深 但是他如果一開始 沒有那個向心力 你推這個是反而分封離析 真的喔 但是他這個向心力 已經推了好幾年 這個向心力在他所熟悉的社區 我相信絕對是Work的 是是是 我的思考是 我覺得天武那個社區 在這種比較Innovation上面 也許接受度會高一點 當然也許有它的特色 所以我保留一個 就是說我們不代表說 這個機制就是大家共用的機制 對或者不是說離島一定一下子就要進來 對 我們只是說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試辦 然後呢 我理解你的意思 再爭取這個機會 對對對 OK啊 所以這個是健保審議會的權責還是 這個 這個在法已經有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這個計畫 算是國健署 還是社加署 還是健保署 論人計首是健保署 健保署 但是呢 社區的組織計畫 它跟社加署有關 對 因為我們 假設我們把影響健康的factor 對 再簡單分 就是一個在醫療面 對 一個在生活面 對 那生活面其實就是社加署 對啊 那醫療面就是健保署 了解 健保署當然也跟國健署有關 對 就等於衛福部為主 對 衛福部下面這個 那至於 我剛剛講那個 沃泰華憲章的前面兩個 那兩個就更高的層次 我理解 那就變成政府的層次 我理解 是不是能夠 health in all policies 還有一個supportive environment 能夠support這個健康 對 這個可能跟教育部都有關係 對 對 因為你要從小學著 為自己健康負責任 對 就是說每一個政府 都有這個health的概念 對 然後都去 在我所有的policy 我都把健康的因素放進去 是的 那這個就是全民自信 是health for all 對 然後這個 這個其實政府做了 其實我們相對論文記者 更容易成功 對 當然 當然 但是我們 我們 我們 環顧過去 1986年到現在 真的社區的模式還沒有 因為我們 像我們是台灣社區的發展 其實說是在文化 對 社會這一面 我現在還有發電的 現在還有發電 公民電廠 對 環保 環保很多 對 環保團體 對 那就是說 慢慢的是不是跟 這個健康 然後使用醫療的支付上 也都串在一起 那這樣社區 會不會是變來 越來越有一個自主的力量 對啊 這是一個想法 我覺得很有趣的想法 醫療是因為在台灣 自由度太高 對 一開始全民健保 就開放全部 對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哪一個醫院看 都已經開放了 你現在要縮腳 但是環保力 要在你的社區 蓋一個什麼通話路 那這個是限制 當然 所以我就比較會去關心 對 但是因為我已經 到哪裡都可以看病話 這個東西 尤其現在遠距 明年開始 健保也要給給給給付了 對對對 所以就是那我 我喜歡的話 我就連到我最喜歡的 那個醫師 我不管他在哪裡 對 沒錯 這又是另外一個 我們要考慮的 對 但是沒關係 我如果說 如果說 我限制你 你要看的醫生 就是這麼多 你願意被受限制的時候 我就給你獎勵 對不對 你可以找幾個醫生 遠距也沒有關係 但是只要 對不起 你一有狀況的時候 就是看這些 你的網絡 你不能超過這個網絡 對 那我就有獎勵 對 所以基本上 這種東西 只需要時間 對 而且另外還有就是說 大家一定會拿 目前的社會常規 去比較 當然 對 在台灣基本上選人的投票 幾乎不可能用電子投票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很習慣一張一張拿出來唱票 然後大家都還可以在那邊拍照錄音 那所以這個的公信力高到不可思議 你的電子投票比這個公信力高非常困難 極為困難 所以現在電子投票最多就是說 參與是預算 或者總統被黑客松 這種選事情不選人的 另闢戰場 因為這是新的 對 但是說在同樣的事情上面 要不要已經很習慣 而且坦白講 公信力非常高 它裡面可能有inefficiency 絕對超級inefficiency 但是非常適合 我們可以live with it 因為我們只有兩千多萬人 而且我們戶籍非常清楚 沒有那種幽靈票 對 很少有人會說 我為了效率的原因 我要改成電子投票投人 沒有人這樣講 不需要 因為早上投票 晚上就開票了 對 也可以避免一些別的先進國家的爭議 對 我們有很多 我們所謂的 advantages 我們有很多好處 但是我們就把好處拿起來 但是再加上別人的好處 這個要推就需要時間 讓他們去消化就對了 我理解 不過基本上 我想我們大家都可以接受 就是說 這個是一種增加Efficiency 就是開源節流 為整個社會 其實我健康 對台灣來講是好事嘛 對不對 我就可以把這些機緣 這個資源 對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 participatory accountability 就是有他參與在內的 給出交代的方法 是 那就是全台灣最在意的事情 而且不分黨派 對 那就是民主是靠這個深化嘛 那國際也是靠這個連結嘛 對 那所以這種plan 只要有participatory accountability 它假以時日就一定成 一定會成 如果沒有那就一定不成 對 就是很清楚的 這個其實沒有黨派的 對對對 你要健康我要健康 絕對的 應該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了 那就是說如果 如果 對 有這個可能性的話 那後續 假設 我們可能 也許有一些聯絡的 我們還是可以來聊一聊 就是說 因為政務委員是 跨部會協校 那你們的案子 目前毫無跨部會性質 對 我能夠做得非常有限 但是就是如果說 好比像說 衛服部的同仁 問到說 從機制設計的角度 怎麼樣 也許我可以給一些 就是我專業上的評估 但是因為真的只有 跨部會的事 才跟我有關 對 所以單一部會的事情 我就比較難這樣子 但是至少說 我們這邊都會做紀錄這樣 好 但是我們今天 比較清楚了解了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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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跟民人開個道具 當然 到外頭拍 到外頭拍 光線比較好